南投县政府与立新基金会合作办理台湾女孩日 第二届女孩新光夜跑活动 昨日上午在县府举办记者会 去年在开放报名后 在短短两天之内报名人数就已经额满 欢迎喜爱路跑的朋友们尽快报名参加 这是我们第二届的女孩新光夜跑在南投举行 我们去年本来是预定2000个位置 结果播出来了以后 两天的时间马上就立即秒杀 其实这个很重要的是说 我们投资女孩就是投资我们国家的未来 我们也就是希望借由路跑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让人家让大家能够参与到 我们怎么样重视我们女孩的权益 怎么样让女孩在各方面都能够鼓励她 激发她自己的潜能 让她能够表现得很好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让更多人认识到 我们怎么样去重视我们身边的女孩 给她们更多的机会 也因为去年办理的相当成功 今年参与的单位及赞助厂商都相当踊跃 也判透过活动让更多女孩走出社会 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为了响应联合国投资女孩的活动 所以县政府跟立新基金会 共同为了台湾女孩日 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星光越跑的活动 所以我们从去年第一届到今年第二届 这两届的活动来看 参与的单位越来越多 甚至赞助厂商也非常地踊跃 那希望透过这项活动 让我们更多的女性 女孩子能走出社会 创造自己的一片天 议员蔡宗智表示 星光越跑办理的相当成功 也向基金会建议活动应持续办理 活动也将在记者会结束后 开始开放报名 欢迎喜爱路跑的乡亲朋友们 报名参加 一起来为男投女孩而跑 女孩星光越跑 这是在今年 总的担任主委时 第一次来基盘 担任后效果不错 很多庄亲事业 也来重提说 是不是可以联署再来办第二次 但是 总的这一会没有担任到爱新主委 也是跟我们立新基金会这边建议 是不是可以继续来基盘这个夜跑 因为这个夜跑 在今天来基盟到记者会 也可以说人不少人来参加 记者会后 完毕也开始陆续接受报名 希望爱好路跑的 观众朋友来报名参加 第二届女孩星光夜跑活动 一开始开放报名 不分男女老幼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们 尽快报名参加 在9月16日当天 一同为女孩起跑 为女孩发声 关注女孩权益 建立更友善的环境与空间 民音信物王国恩 南投采访报导